街头传出吵闹声 金法女子不停大吼大叫 一名黑衣男抱着她试图安抚 但远景来了 她还是继续大响声 警方将两名女子拉开 闻到浓浓酒气味 原来这名金法女前一刻和朋友喝了酒 走在大街上大声嚷嚷 还朝附近的右路人叫嚣入骂 一对双载夫妻歧视的妻子听见了 人无可忍下车理论 结果两名女子在街头拉扯成一团 被远景双手上靠坐上警车 这名女子还是不停扭动 13号凌晨4点多 台北市新门町而没接 十多警方看见两名女子爆发口角还动手 随机通知支援警力到场协助 事后将双方带回离亲 警方说不了解 19岁警法女疑似因为酒醉乱骂人 惹得29岁邓性女子不满 但过程当中双方一次都有动手 也都说自己有受伤 最后互告伤害 天都还没亮 宁静街头回荡争吵声 警方事后将酒醉金法女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冷静一下 毕竟大半夜的这样子胡乱叫嚣 不仅吵到陌生怒人 还互相拉扯 附近居民也被闹得不能好好睡觉 TV员罗黄上的一节才被藏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